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會說一個疫情的小小事 因為本來不想說 但也沒辦法 很恐怖 剛剛推出了 日本從4個巴西旅客驗出新變種的新冠病毒 而這些病毒跟南非和英國變種的病毒是不同的 日本近日在截到4個 由巴西到東京羽田機場的旅客 驗出有別於英國和南非的變種病毒 他們出了基因圖譜 發覺是新冠病毒 但跟英國和南非的變種又不同 構造上跟英國變種病毒有共通點 但暫時未知傳染性是否高於 以往所發現的新冠病毒 我自己這樣想 為什麼病毒變種得這麼快呢 還是 我自己覺得香港的專家好像每次就等人 每次就等人告訴他們的結果 不去做一些實事的 我們香港的專家就好像是為了上鏡的 任務就是上鏡 讓你看看他們的漂亮樣子 不過我建議他們的樣子最好開尾機 如果只是純粹賣樣子的話 我就建議下載尾機Apps 我們看得舒服一點 說笑而已 其實我也不想見到他們 每次說一些 要不就無寧兩可 這個最好的了 無寧兩可 要不就馬後炮 都算好了 不過我們一動已經算是偷笑 我想其實現在在國家方面 他們對疫情也還是很嚴謹 石家莊剛剛有爆了幾十個 而河北那邊 整個河北加上石家莊 基本上103個好像沒記錯 就五個月來 首次破三位數 是首次破三位數 那不要以為我們香港好 我們香港都幾十隻 你想想 十四億人口和七百五十萬 我們一千萬人口都沒有 都雙位數字 人家現在十四億人口才三位數 還有三位數字的頭一百零幾 就是你少幾個就已經是雙位數 就是你感到羞恥嘛 我們這些專家 你感到羞恥嘛 還有中國也都說到 現在就算有疫苗出也好 都是這一場仗的小勝利而已 未停的 他都知道是未停的 我們國家經常都說這個是全世界的問題 就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不是我自己國家做得好就OK 是要全世界通力合作 但你很明顯看到全世界不是通力合作的 大家好像害怕我們國家 害怕業備 就是你只可以說 外國那些白種人 他們說就說得很漂亮 其實是一個 個個都是一個自私鬼 是一個自私鬼 他們不想你好 不緊要 他們一定要跑第一 那你就努力點去跑第一 不緊要 但是他們不想你好 不想他們的人民好 所以不用你的東西 所以不聽你說 有得那些人不停到處走 有得那些人不停不戴口罩 你看到英國有多自私 明明去年9月10月就知道新冠有變種 不公佈 不公佈 等到三個月 爆得那麼厲害 他掩蓋不住才說是變種 但是當中他延遲了三個月封佈的時候 因為他要封城才知道 當中那三個月有多少人離開了 而因為他們這些國家沒有全民檢測 變成其實是9月才有變種 還是其實可能7、8月已經有新的變種 新冠感染者在游動 只不過9月開始多了這隻新冠 變種新冠的感染者 所以你才查到 有些沒有病徵游走於其他地方的 你有得去訪 其實這個是極度自私的行為 因為你有得那些病人不停地走 你又不做好設施 當然他們是沒有什麼所謂 反正我國家美國那些 他不介意放那些人走的 不過我們介意你過來而已 因為他們是不是都遇到到處都是的 他們自己本身都遇到到處都是的 放些下來你這裏 有什麼所謂呢 也不是我國家的人 我覺得 我不單止是覺得他們 這些人自私在疫苗 就已經是 共同研究成果 就是中國的疫苗 就是共同研究成果 全世界的資產 美國就說明是收錢 都算了 錢而已 但是最吊詭的就是 他們一直指我們沒有人權 我們沒有什麼什麼 我們封城沒有人權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是被世衛進來的 剛剛 世衛星期四就會去到國家那裏 再研究新冠 看看研究可能的源頭會在哪裏 不是我們國家的源頭 是真的看回 可能將會在哪裏的源頭會在哪裏 搜集資料 那為什麼要來我們國家 我們是發現 我們不是源頭 你要搞清楚 第一 就是有哪裏地方安全 我們國家 第一 大哥 大姐 你要知道聯合國 那些都是精英醫生科學家 萬一拜託走去美國 惹到新冠 怎樣 美國現在暴動 內亂 你還敢走去嗎 一個拜託被人當作 其他人把他扮了 那怎麼辦 當然 他當然是不會去 還有你想想 現在 還有哪個大國是 醫療先進的大國 醫療先進的大國很多 很多 但是哪個醫療先進的大國 現在還有手去接待你這班人 個個忙到PK 難聽說 連執事都沒有空去執事 還有時間招待你的WHO嗎 還有時間去答問你的WHO嗎 更何況 他有本事 他又搞定了國內的疫情 對不對 你WHO去都沒有用的 你世衛去都沒有用的 他都搞不定 他都搞不定 我應付不了 他哪有什麼報告可以給你看 他搞得好他才可以告訴你 我現在做哪些方法 他根本自己就沒有方法 大家都 除了我們國家之外 大家都沒有方法 他們經常說 沒有人權 什麼十二門徒 沒有人權要放回來 浪費了 喂 12隻而已 還生歐歐 什麼沒有人權 12隻還在內地生歐歐 沒有什麼人權 美國一天死幾千隻 你都不出聲 我都不說感染了 一天感染了十幾二十萬隻 你每天都死幾千隻 那幾千隻不是人 他們人權在哪 只有12隻在那裡吵勸八糟 現在有兩隻回來 那我覺得 什麼問題 有什麼人權 沒有什麼人權 還有我自己覺得 撒除人權之外 美國是應該 開放給WHO 或者將它現在新冠的資料 供出來的 你想一下 你現在變種 究竟這些變種 是來自於哪裡 那個媒介是什麼 是人和人傳染 這個事實 但是那個媒介 有什麼媒介 令到它變種 是透過什麼 是經過什麼 還是哪些人 如果哪些人 有哪些病 是會 促使它變種 可能新冠進來 某一個人 自己本身有其他病 然後黏著黏著 就變成新變種 你看到禽流感 也是 經常都 H幾 N幾 H和N 就是 那樣東西的代號 可能不知道病原體 還是什麼什麼代號 而後面的數字 就是幾粒 H 跟著N 是幾粒 那些是一粒粒的 就是病原體的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因為我以前讀化學 所以我就會理解到這些 所以 究竟 你現在美國 是不是有變種 究竟你那些變種 就是在英國的變種 其實是否會有機會 是美國那些 是否會被人打呢 就是會不會有機會 是美國的 美國人 去英國旅行 放下幾兩 跟著又回去呢 又或者 那些美國人 去了非洲 放下幾兩 就回去呢 現在說非洲有變種 但你怎麼知道 是否美國已經變種 那樣大了過去呢 你見美國是很厲害的 生得很厲害的 它不是人敢品的 它是一天幾十萬隻 不是一天幾十萬隻 不是 不是 不是幾十萬 是一天十幾萬隻 二十幾萬隻 以前是一天幾萬隻 現在是 一直是過十萬以上一定的 二十萬以上都差不多已經穩定 就是二十萬以上都已經穩定 升到這個平台 就是股市價位已經升到二十萬以上 差了幾時三十萬 穩定三十萬而已 而每天都死幾千個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美國其實是否已經變成幾隻種 出來呢 但是其實它 因為你要知道 它新冠的原型已經有五代 如果每五代都變多一隻的話 變一隻的話 那你也有五隻種 其實 為什麼美國不開放 不知道世衛那些人敢不敢去美國 但是 美國為什麼不可以把數據開放呢 不可以把他們手上的病毒株開放呢 我看不到 共同合作對美國有什麼壞處 如果你說 最大的壞處就是 會不會 根本病毒就是它那裡生出來 不是它為什麼不讓人進去 我覺得 如果你 我們經常都說 你身無事 你為什麼要著草呢 而這個也是的 你身無事的話 你為什麼不讓人去檢查呢 所以 我只是能夠這樣說 如果大家有親戚朋友在美國 真的叫他們小心點 真的叫他們小心點 除了新冠之外 也都是內亂 也不知道那些所謂新冠疫苗 他們的所謂新冠疫苗 其實有幾有效的 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要幫某些人做勢 或者是 不想讓中國 這麼 搶市場 不想讓中國 去霸佔 就是他們覺得 人家會壟斷市場 所以選出的東西 大家就真的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我們 怎樣再面對 究竟這個變種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香港呢 究竟我們香港會不會 好像 會不會惹到美國那隻變種 或者是南非那隻變種 我們現在都會惹到一些 那 究竟這個變種是怎樣變出來的呢 我希望我們的專家都去找一些資料給我們 如果你說 其實都不關事的 是時間 吐一下吐一下 吐得長 他就會變的了 那他吐多久才會變呢 其實不是說 吐不吐得長 就會變 當你時間越吐得長 他變種的機會 會越大 人都會進化 等於我們 年紀越大 會有白頭髮 是不是 那新冠的病毒 病毒也是 你 你吐得長 都會變種 動物也是 吐得長 即是 進化 適者生存 很多動物都是進化回來的 適者生存 病毒也是 適者生存 那究竟 要多久 它就可以適應這個環境 而去變化呢 我覺得 我們的專家 是要搞清楚 還有 現在 日本就是這樣 英國就是這樣 那我們是否真的 要做個全民檢測 確保我們現在身上 是沒有病毒 然後就 嚴守著我們的關口呢 如果不是 其實 有些已經 有些巴西變種的 可能在我們這裏 游走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巴西人 強壯過我們 可能它沒有病徵 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我們大家 小心點 小心點 不敢說疫苗 都是百分之百安全 不是 疫苗是安全 但不能夠說 百分之百可以保護到 因為有效都是 可能91% 對新的變種 對新的變種 是否應付到呢 現在又多了 巴西種 是否應付到呢 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 一定要小心 好嗎 這次就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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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